最喜欢的明星现在在干嘛 吃牢饭 谈点街头采访的爆笑瞬间 你爸妈打你最狠的一次是什么样的 没打掉 没打掉 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我俩有鸭嘛 我刚在监狱放中开 刚在监狱放中开 如果你变成了异性 你最想做什么 我 造福我的兄弟 觉得在一起多久才能够接吻 不在一起不可以吗 将人回到话语 恰恰瓜子真好是 如果你的女神告诉你 她要结婚了 你会是什么反应 她怎么知道 什么东西你认为很值钱 但其实很便宜 刚毕业时候的我 这是什么专业的 能源与动力工程 那你这个专业怎么耍酷 造个汽车 能展示一下吗 鹅这闹的是哪片海 鹅这是大连人 如果你变成了异性 你最想做什么 我 造福我的兄弟 没有职业偏见的话 你现在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 我想回家动地 我操 你对你学校做过哪些贡献 退学了 兼容一下你的爱情吗 忘不了 你的爱 但结局难更改 我别怎么过的 我是石娘丑 我采访意味着什么 你拉死我弟子 如果有一天毕业了 你们社友都要搁闷东西了 这时候你社友跟你说 他是隐藏富豪 你怎么办 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游放 找你癫系了 兄弟丢的话 你做什么 他会瞬间出现 什么意思 就是 看你一直在看我 是想认识我吗 没有 我在找我家狗呢 你姓什么 我姓王 你姓王 你别张狂 老子的拳头硬绑绑 我马上到这儿 有人在我床里拉死 自己会被外星人抓走吗 外星人可能不会挑残次品 你有什么见男友的小tips吗 什么样的男生最有魅力 有趣的 我这种 个子高的 你觉得我身高是多少 我觉得你身高1米65 因为我是1米75 我缺什么 缺信仰 我妈要养只猫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注意不能和狗一块养 我家没 不是 为何你对象什么时候要孩子 看到我第一眼觉得我是什么 大帅哥 超级大帅哥 我感觉像普世王 当时三个没人给我爸介绍的这样 介绍的都是我妈 你觉得这是什么缘分 还挺有缘分的 最后他们在一起了吗 我回去问我爸 对象后的第一件事会干吗 先瞒着媳妇呗 我不给你打码啊 你兄弟花两千块钱 请你吃饭 你会怎么想 我会感觉 他命不久矣 你认为国内哪个女rap 可以穿得上会计 刘凤翔 刘凤翔写 我吗 你觉得世界上最快的动物 最让你热血沸腾的台词是什么 不是 什么 熊的 过头脚的右脸砍出来 老跟你说 你不配坐在他的旁边 你会怎么怀你尴尬 阿死鬼 难道让人家坐你怀里 弄什么乐器 我精通打退堂鼓 岛园就水里了 你的专业能问他做些什么 咱觉得啥来着 那我第一眼觉得我是什么 觉得你是个人呀 啊 泰森打了你女朋友一拳 你会干嘛 我会 我会装死 你最心爱的女人花过最大的一笔钱是多少 嗯 翻揪揪吧 洗脚 让领导知道你送的东西很贵重 老邓 小心点 这玩意够判你十年八年的 我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就是喝多了把浏览器全删了 如果你有五厘米的话 你会选择长在哪里 那长给你吧 你问我怎么陪女朋友过的 打电话过 打电话过 一晚上用了多少花费 一毛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唱词你来打 一晚上没解一个 一晚上没解一个 你学过最有用的知识是什么 啊 知识 不不不知识 知识 哦 进一次在美女博主下面的评论是什么 别擦了 你值得被爱 过什么马虎的事 网练了半年 哦 然后呢 什么都问了 什么都问了 就是没问线别 用你的家乡话说一下你的线况吗 每天气也气不饱 饭也气不像 每天就气浑浑臥臥 你介绍一下你的家庭吗 我爸是博士 我妈是硕士 哦 那你呢 我啥也不是 你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谁 那个美女好 那个街头采访 正经采访 哦 对 那你别拍我腿 哦 好 好 行 行 刚认识的女生对你说爱你 有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上来点吧 把你的高中拍成一部电影 你觉得应该叫什么名字 早起摊黑上大专 姜肠掉到厕所里边 还叫香肠吗 那不是更 小园就水里了 你的专业能为她做些什么 我学电子 能把电子弹 给你带我来说